接近用餐時間 便當店忙著出餐 同時還有客人電話點餐 店內招牌是這個炭烤排骨 肉上頭加上特殊醬料 再用大火烤 配上幾樣配菜 因為價格不貴 生意不錯 因為他們便當的生意很好 所以要收起來你覺得嚇一跳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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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口味還滿不錯的 是因為租金的關係嗎 不知道 各種原因 各種原因喔 對 你們怎麼辦 女員工 真的 我們在找工作啦 人員忙著外送 還要一邊擔心將要失業 便當店旁的小火鍋 還有飲料店都是同一個老闆 這三家店都要包裹暫停營業 到幾月啊 我們 這家是15號 前面剩兩家是20號 租金也滿貴的 20幾萬 是租金嗎 還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租金的問題 他還沒有租下來之前看過 我上網就看過 所以這邊租金大概多少 應該一二十萬要吧 首先是說 是因為房租的關係啦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說 他說也不是耶 他說很多他不方便講啊 對啊 因為我說那 那你們陳青路不是還有 他說全部都收耶 可是我又覺得好奇怪 一星路上的這一個 炭烤排骨便當店 小火鍋還有飲料店 2022年的9月同時開店 隔年這一間餐飲集團 又在陳青路展店 開了便當店跟飲料店 隔一個月 陳青路再開了一間小火鍋店 現在一口氣關了六間店 連常客都訝異 到底是租金太貴 還是展店太快導致營業不順 店家不說明 只有在店內公告 要常客把握時間 品嘗好料理 東三新聞 黃寶欽在高雄報導